哈喽,我是大林子 这一期的视频呢,我主要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把自己的作品打印出来的 然后选择的printer和使用的paper是怎么样子的 那首先呢,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一星期的辛苦劳动成果 看了一个电影嘛,Little Woman 然后就以其中,不是其中 里面主要的四个女孩子作为圆形 画了一些,画了四张的插画 然后这个是这样 好,这就是我这一星期画的四张的插画 对我自己个人来讲的话,我是当初做了蛮多的比较和一些参考吧 最终选择了佳能的PIXMA PRO 100 这是物美价廉那一种的 因为photo printer它通常会有一点点贵 而且选择质量的话,打印出来的效果的话 我个人会觉得,我打印这么久我个人会觉得还蛮好的 然后其次呢,选择的纸张也是佳能的 然后,因为我自己不是很喜欢那种glossy的表面 就看起来亮亮的 我个人更会偏向于有一种像这种磨砂的 不是这种反光的 我摸起来手感还不错 那接下来呢,我会用我其中一张吧 打印这一张,试着打印这一张好了 你需要把上面好像有一层coded那个表面 对在上面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盖子打开 这个打开 确定之后放进来 这边在Photoshop里面呢 File 先做一个调整 就是在Edit这里面 把你的这个File选到Working RGB 然后再按Print 选择你的Printer这里 这个是蛮重要的 要选择Photoshop manage colors 然后这个Printer profile呢 就需要选择 你自己用的是什么样的纸张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用的是 那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名称 选择你 你的纸张的 那一栏 然后往下面呢 这一些 其实基本上就没有一些大的问题 在 选择Print之前 需要 再check一下 这个Printer setting 我通常会 再一次 看一下 它的 Quality and Media 选择 选择 因为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办法选择 我只能选择Photopaper里面的 对于我呢 我选择Matte Photo Paper 然后Quality 是要选择是高的那种 Color这边 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平时 是 怎么说 就是这个Borderless Printing 它的区别就是 看这个图像应该比较明 你明白吧 会给你多一些的地方 让你去剪 但我 我尽量不想要让它影响到我 画面的质量 所以我就通常会选择最小的 这个 I'll save 这边选择完之后呢 就可以Print 然后这个就是最终稿啦 可能刚刚那样子看会有一点点的 颜色显暗 其实我个人觉得 和 就是在电子产品上面显示出来的效果 其实相差不是很大 嗯 对 那今天的视频就在这里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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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